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牛小咖 牛老师 玩具机到底能不能做出来好的咖啡 我觉得把牛老师的视频再多看一遍 不成问题 OK 之前做的所有的咖啡机的测评以及教程 咖啡机的价格动辄大几千 甚至几万几十万的 这台是马克希姆的一款家用的半自动咖啡机 这台是一个砍豆机 大家可以听声音 因为它里面用的刀片不是刀盘 所以说我叫它砍豆机 这个机器的操作玩件算上开机键 一共有5个 前面板有单份萃取 双份萃取 以及蒸汽的切换的按钮 还有上边的蒸汽的开关旋钮 实际上加热速的从开机到加热好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加热好之后它的萃取的按键从闪烁会变成长亮 当你按下萃取键 我竟然发现它这个萃取按键是有这种预浸泡功能的 当时我是惊呆的 预浸泡的功能是商用的半自动咖啡机 为了应对一些新鲜的浅烘焙的咖啡豆使用的功能 那深烘焙和不鲜鲜的咖啡豆我个人不太建议用这种预浸泡的功能 另外这是一个53毫米的加压式的一个粉碗 由于我自己的压粉器都是标准的58毫米 所以说比较大 所以说制作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它本机赠送的小的塑料压粉器 加压的粉碗它的底部会有一个小孔 只有一个小孔它是为了增加这个萃取时候的一个压力 那这种粉碗它有一个缺陷是 如果是你们用这种比较深烘焙的咖啡豆的时候萃取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堵住 那这个双份的粉碗它的容量是大概10到13克左右 那根据你用的咖啡豆的这个烘焙度 还有这个不同的频配 那我们先来砍豆 那我发现这个砍豆机它是没有这种粗细调节的 如果你想细一些那你多砍一会儿 如果你想磨粗一些那就少砍一会儿 那均匀度我们就不计较了 因为毕竟它是一台砍豆机 那从萃取状态上来说 那它的流速还可以 那Creme的状态也不错 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遗憾的是 就是如果这个粉碗它再大一点 能够放更多的咖啡粉的话 那就会更好 那我们尝试来做一杯这个Espresso和美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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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喝的味道比较淡 我这个杯子有点大了 要用一个小的杯子 尝一下这个浓缩 浓缩的话呢 它的味道也是有点淡淡的 就是有点水水的 那毕竟它研磨的咖啡的粉的粗细 它比较粗嘛 但是这个蒸汽就不敢恭维了 首先它这个蒸汽棒 它的蒸汽棒只能平行的来移动 它不能这样上下移动 所以说你在打奶泡的时候呢 它这个拉花缸放进来 还是有点小难受的 另外它是一个桶状的蒸汽桶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控制 打发奶泡的这个粗细度的话 也是不太可能的 好 这个在打发奶泡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蒸汽棒呢 它需要插在就是这个 牛奶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它随着你听这个滋滋的声音啊 它的奶泡的页面它会往上升 你的奶缸呢要适当的往下拉一点 奶泡就会被不断的被慢慢打发 这个在打奶泡的时候 它是不能旋转的 直接把这个蒸汽棒插入到这个里边 然后呢让它直接来进蒸汽加热就可以了 等到一定的温度直接关掉 好 这个现在已经温度已经上来了 打完之后可以看这上面是有一些大泡的 把这些大泡呢敲碎震碎 敲碎震碎了之后呢它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制作拉花 奶泡的这个绵密度如何度呢也是可以做拉花的 只不过是它周边还是有一些大的气泡 如果你们仔细看它是有一些大气泡的 那整个来说呢 其实奶泡的这个质感啊还是能说过去的 因为毕竟是百元的玩具机嘛 对不对 尝一下一下这个奶泡的口感 但是这个在打奶泡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总体使用下来对于我个人而言啊 就是这个机器它可能不适合我 因为我的需求点可能会更高 但是我个人的需求呢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需求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咖啡 你想要买人生中的第一台咖啡机 那自己想要动手尝试一下做咖啡的这种感觉的话 可能这个咖啡机它能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也有可能放在家里面吃灰的 因为想要做出来一杯不错的咖啡 真的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 就比如我们做自媒体到现在啊 并不是说你花钱买了几台相机就能拍好视频 你要去研究相机怎么用 脚本怎么写 生意怎么收 光怎么打 后期怎么剪 等等等大量的学习 那也并不是说你花钱办了一张健身卡 那你就能练出很壮硕的胸肌 马甲线和蜜桃臀 那这些都是需要热情和精力去学习和练习的 那如果你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喝一杯咖啡的话 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卦尔包 或者是冻肝粉 或者你去咖啡店 那直接喝咖啡室的这种专业出品的 如果你足够热爱 那么请深爱 OK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